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 你如果对那个flow transfer 对频率ω为分的话 那它对应的pidomain的讯号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要differentiation in frequency 好,来看一下flow transfer 的配合 我们先看一下非洲语信号 非洲语信号的话,它的flow transfer 怎么算 那个非洲企 st1-jωt 对时间积分 你这边对时间积分出来就是ω的函数 flow transfer 那我们现在讲说你的flow transfer 如果对频率ω为分 那它对应的pidomain的讯号会变成什么东西 好,那这个flow transfer 或者flow series pair 对啊,这个关系大家搞清楚 这个叫flow transfer 那这个是tidomain的讯号 好,那它们两个关系是这样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配对 配对,对不对 那如果是flow transfer 在这边,pidomain在这边 那这边是乘上什么 1的负jωt 那如果st写在左边 那你这边就是sjω 这边乘上什么 正的,然后这边是bω 那这个东西就是st跟sjω 它们是一个配对 看你谁斜在左边 那右边当然稍微不一样 你这个称为它一个配对 配对 那这个方程式呢,你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什么 频率微分,对应的tidomain的讯号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你就左边就微分嘛 对ω为分 那右边当然你左边对ω为分 这两个是很等式啊 左边对ω为分 右边也是什么 对ω为分 那ω只有在这里出现 所以你只要对这个exponential -jωt 对ω为分 答案是什么 exponential为分 还是exponential 然后你要连锁率 再对上面这个次方 对ω为分 注意哦,是对ω,所以你对ω 所以你对ω为分 -jt乘下来 -jt乘下来 好,那左边是 看哦,左边是 就是ω的函数 FullerTransform 那你这边是sp 也就是说 这个FullerTransform 跟右边这个积分是 exponential前面的这个系数 跟这个就是一个FullerTransform的配对 那你看右边 exponential exponential前面的系数 跟左边的这个ω的函数 它就是一个什么 FullerTransform的配对 有没有 所以你把这个有没有 基本的东西拿掉 exponential-jωt 底T 积分拿掉 exponential-jωt 底T 积分拿掉 这个东西跟它就是一个pair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 exponential-jωt 前面这个-jωt st跟这整个就是一个FullerTransform的配对 这样了解好 好 所以 这个 呃 频率微分的性质就是 原来 st 跟sjωt 是一个FullerTransform的配对 那如果你这边微分 那st呢 就变成乘上-jt就好了 就乘上-jt 那这个的话我们叫做frequency的微分的性质 频率微分的性质 st的FullerTransform叫做sjω 那如果你对sjω 对ω微分 那它的 Title面的配是谁呢 就是-jt啊 就是原来的那个讯号乘上-jt就好了 好 所以你对应上面啊 你们看到 title面微分 st st 对应到sjω 如果你title面微分 叫做s't 它的FullerTransform叫做sjω 前面乘jω 那如果你那个frequency的Domain 微分 那title面前面-jt title面微分 FullerTransform是原来的FullerTransform 乘上jω 那你这个呢 frequency的Domain微分 跟title面的信号啊 前面乘上-jt 那它们就变成一个FullerTransform 这个就是 微分的性质 微分的性质 有两个 一个对title面微分 frequency的微分 frequency的微分 title面呢 乘-jt 就好了 那这个证明很简单 就在这里 对不对 等等是左边对ω微分就可以 ok 好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frequency的统面微分 对那个pike面的讯号 就变成什么 原来的sd 身上-jt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看几个例子啦 那这个东西 这个函数的 它是要求这个函数的FullerTransform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周期还非周期 Experential Decay 对不对 Decay 对这个东西 有没有 然后因为是平方 所以它是对称Y軸 好 各位这个就是你们记忆学的 叫Standard Normal 记得吧 跟到2 跟到2π分之1 Experential-2 2分之什么 X平方嘛 那它是0min嘛 min是0嘛 variance是1嘛 记得吧 所以这个是Standard Normal 的PD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要直接 用Fuller 你看它是非周期性 所以你求FullerTransform Gω 怎么求 你也可以直接算真的 这个Gt乘上什么 负的Experential-Jωt Dt 那这个积分的话 因为你 Normal Distribution 你学过了嘛 你这个二次方 你乘上Experential-Jωt 也是二次函数啊 Experential的次方 上面是二次函数 你就配方就好了嘛 有没有 二次负T平方 减到Jωt 你就配方啊 配成那个 Normal Disgment的标准式嘛 Experential-2 2Segma平方 就是S-μ的平方 所以它一定可以配方 所以那样去G也可以 那去G 直接可以G 它是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那个 G率 Normal Disgment Dent function 所以你在计算G T平方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帮助 但是我们这个例子呢 我们不是要用那个 直接做的方式 而是要用 这一个性质 要做 用这个性质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微分 你对这个函数微分 那 Exponential 但是你在对这个次方微分 二分之负T平方 对T微分 那 就二 那个负T就拿下来 对吧 因为这里有一个二分之一 对吧 对吧 这个微分还是这个 然后就对这个微分 负T拿下 好 所以GT的微分 变成这样 那各位 那这个微分 GT的微分 跟GT 怎么样 只是多了一个什么 负T嘛 所以这个GT的微分 得到是这个 那这个跟原来呢 只是多了这个 多了这个 好 那这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它只是 微分一样 Exponential 微分还是一样子 这个地方多了 这个谷底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Ti-Domain微分的性质 你如果 GT 假设GT的Fluor Channel 叫做G of J Omega GT的Fluor Channel 叫做G of J Omega 那我们现在用 这一节 前面 对Ti-Domain微分 GT的微分 等于原来的Fluor Channel 成这样 吗 J Omega就好了 对吧 这是Ti-Domain微分的话 Fluor Channel Fluor Channel Fluor Channel 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吗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现在 这里就要用 刚刚讲的 如果 你的Fluor Channel 陡面微分 那是不是原来的讯号 乘上-JT就好 那你看这里 原来的讯号 Fluor Channel 叫G J Omega 那你在GET前面 乘上一个-T 因为你看一下 这边 乘上-JT J是一个Constant 常数 所以你这边乘上-T 有没有 就是要用这一个 所以 如果你看 这个 微分是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Fluor Channel 是什么 你可以想像是这个 对不对 GET前面乘上-JT 应该就是这个 对Omega 微分嘛 所以 GET乘上-T 这个代表什么 GJ Omega GJ Omega 对什么 对Omega 微分 但是它少了一个J 没关系 你就给它一个J 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性质 GJ Omega 微分 对Omega 就是GET前面 乘上-JT 那 这个跟这个 只是差一个常数 J而已 没问题 好 这个是用 Ti Domain的 微分 这个是用Fliquant Domain 微分的性质 Fliquant Domain 微分 GET前面乘上-JT Ti Domain Fluor Channel 是GJ Omega 前面乘上-JT Omega 这个Ti Domain Fliquant 两个一起用 好了 那你从这个式子里面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跟这个 你把这个J 除过来 这个J 除过来 这个J 除过来 那你看-T GT 跟-GT 的微分 从这个式子是不是一样 所以你把这个J 移过来 那是不是它的Fliquant 要不要一样 如果你Ti Domain的信号一样 它的Fliquant 要不要一样 那它要一样啊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J Omega G of J Omega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东西 除以什么 除以J嘛 那J分之一的话 答案什么 就-J啊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这个 除以J 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什么 Fliquant Domain G J Omega 微分方程式 那你就可以解什么 G J Omega 因为它是一阶 微分方程嘛 了解吧 OK 好 那 如果你觉得微分方程是困难的话 那你这一笔直接做可能比较简单 直接做就用Normal的积分就好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微分方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个J除过来就到了 那 所以 看到没有 那这是一个 这个的话就不是长文方程 为什么 你这个东西前面有一个Omega 所以它不是长文方程 你连 如果你们连长文方程都 都不太会解的话 那叫你解这个是 有时候也说强能所难 好 不过 这个 这个 这个是Special Case 它是可以很容易解的 那 这个例子只是演练 微分 High domain 微分 Free domain 微分 的性质而已 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来 如果真的说你要求G J Omega 的话 直接去 原来那个Standard Normal 乘上E Explential 负这一分 直接去积分 你搞不好还比较会 会 会什么 Normal Degg配方 配成标准是G就好 好 那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怎么解 这个 你Omega 乘过来 G 除过来 这样子解 G 除过来 你Omega 乘过去 就是要这个 对吧 两面积分 会不会 两面积分 好啦 G分之1 比G G分之1 X分之1 比X 答案是吗 就是log X分之1 比X 就是log 那右边呢 Omega 乘过来 G分 2分之负 Omega 平方 所以这个很容易啊 左边积分 右边积分 倒数分之1 积分 就log 右边积分 这个 然后加一个常数 好 你现在把这个对数 Exponential 里数 1 放过去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G 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这个东西 再 乘上Exponential的A次方 那Exponential的A次方 我们就叫做常数C 就好啦 因为A是常数嘛 所以你这个对数 把对数拿掉 右边变成Exponential 这个加这个次方 那1的A次方 我们把它叫做C 常数 然后你得到这个 那C是多少 C是多少 C怎么求 你这个C 你要求的话 右边 要让它变成C 答案是什么 Omega 带0 就好啦 Omega 带0 Omega 带0 0次方是E 所以右边就C 左边就是G J0 好啦 Floge transform Omega 带0 你代表什么 漂亮 DC Component 对 等一下记得找我加分 DC Component 怎么算 一个抬头面信号的DC Component 就是 GT的积分 GJ0 怎么求 就是GT 积分正负无穷大 就这样 GJ0 Floge transform GJOmega 等于GT 1的什么 -JOmega T Omega 带0 不就是GT的积分吗 那 GJ0 等于GT的积分正负窮大 这个是什么 一起讲 Standard Normal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明是0 Valent C的Standard Normal 跟到25分 X 可能要负责到25分 Standard Normals PDF积分 答案多少 是E嘛 基率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积分正负窮大 是GJ0的1 所以答案多少 C的1 所以C的1 所以C的1 有没有问题 那C的1的话 我们就得到 GJOmega 就是这个 OK 所以答案最后得到结果 Standard Normal 的复权圈存 就是Exponential 负的2分之Omega平方 这个很特别哦 你看 Title面是这个函数 Fritle面也一样 Valent面有一个常数 Valent面的常数